渣打尔锦标赛 辽宁南篮第三战的对手是以色列净旅特拉维夫马卡比对 结果又遭遇了一场惨败 64-100 辽宁南篮输了36分 再加上前二战输掉的80分 三战一共输掉116分 虽然辽宁南篮缺少了郭艾伦韩德军等主力 但在巴斯等人领军的情况下 辽宁南篮还是暴露了与顶级强队之间的差距 辽宁南篮输得灰头灰脸 对于贺天举说更是如此 他经历了断崖式下滑 首战对阵中央陆军队 辽宁南篮输了44分 但贺天举却成为了少有的亮点 十一投五中 贺天举恢复了昔日神投手的风采 拿到了圈队最高的18分 还抢到六个篮板 送出两次助攻 成为了辽宁南篮进攻端的箭头人物 贺天举备赞重新打出了巅峰水准 新赛季有王抢回首发了 刘志轩是辽宁南篮如今的首发小前锋 以这个身份帮辽宁南篮拿到了冠军 然而对阵中央陆军队刘志轩的表现却糟糕透顶 既拿到五分 却送出五次失误 命中率也惨不忍睹 贺天举狠狠压制住了刘志轩 如果能把这种趋势保持下去 一定能改变郭世强的想法 贺天举也得到了机会 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刘志轩都没有出色的表现 对阵败人慕尼黑队 刘志轩三投零重 仅有两分入仗 本场比赛 他也只拿到八分 遗憾的是 贺天举并没有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他的表现也相当不给力 对阵败人慕尼黑 贺天举只拿到五分 本场比赛 他也只有七分进仗 从单场18分到两场只有12分 贺天举的进攻喜福之大可见一般 这种表现是很难打动主教练郭世强的 当初贺天举能做稳首发 就是靠着稳定的三分球投篮能力 2009到10赛季 贺天举才进入CBA打球 但第二个赛季 就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力 因为他的三分球投得太准 手感出色 贺天举还有着2.06米的身高 这让对手几乎无法防守他 2010到11赛季 贺天举经常在三分线外暴走 单场有过三分球 14中8 随着三分球的预发稳定 贺天举在辽宁的位置也是越来越稳定 并被招进国家队打球 更有甚者 贺天举还进入NBA球队的视线 代表提胡打了夏季联赛 并展示出了出色的投篮技巧 虽然没有能留在NBA 但夏季联赛的经历 也让贺天举成为了本土佼佼者 在辽宁南兰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不幸的是 因为场外因素 贺天举连续受伤 几乎缺席了整个2016 到17赛季的比赛 复出之后 贺天举迟迟无法找回竞技状态 单场曾七中一 其中三分球三中一 由此逐步失去郭世强的信任 上赛季 辽宁南兰拿到了总冠军 但贺天举的角色却是降牛男 他的出场机会很少 休赛期 贺天举在热身赛中获得重用 看上去郭世强希望他能够重新打出来 成为类 勉力气 如果贺天举能持续贡献稳定表现 他不仅有机会成为重要轮换 甚至能够重返首发 然而 热身赛上 贺天举始终难以保持稳定 三分球经常失准 也就无法打动郭世强了 下赛季 辽宁的目标是全力未免 欺负不定的贺天举恐 只能继续打酱油 停留下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